非政府組織地中海救援 說一手載130人的橡皮艇殘骸 在尼比亞的麗玻里東北部海域被發現 印尼海軍一手載有53人潛艇日前失蹤 救援船和飛機正在巴里島北部海域進行搜索 船組人員只剩下不夠一天氧氣供應 一間位於印度西部醫院的重症監護室發生火災 再造成13名新冠病毒患者死亡 火差原因正在調查 緬甸示威者23號走上浪龍鎮街頭 支持由緬甸民主派人士成立的全國團結政府 肯尼亞抗議者要求政府派發 被傳放在倉庫當中的治療愛知病藥物 由於該國政府對藥物徵收稅項 導致抗疫轉陸病毒藥物嚴重短缺 NHK